嗨大家好,我是星座主编悠悠 接下来为大家播报 2021年5月24日的12星座运势 本日重要星象 月亮介入天蝎座 平球平衡,深度感受的一天 重点影响星座有 金牛座,双子座,狮子座,天蝎座,水平座,双鱼座 接下来了解一下12星座的具体运势 请同时参考太阳星座和上升星座 白羊座四颗星 白羊宝宝今天和伴侣可能会因为误会而争吵 甚至对这份感情产生质疑 发生矛盾之后 最忌讳的就是冷战 两个人努力沟通 把话说开了 就会发现其实事情比我们想象的要简单得多 金牛座三颗星 金牛宝宝今天可能会遇见一些麻烦事 让自己很是头大 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和面对 其实事情已经发生了 给自己再大的压力也没用 记得传道桥头自然值 放平心态就好 双子座五颗星 双子宝宝今天会用比较多的时间 来进行自我反思 也会对未来做一个大致的规划 三行五身 才能获得更多的进步 要始终保持对理想的热爱哦 巨蟹座四颗星 巨蟹宝宝今天会感觉爱情 已经开始进入了平淡期 干什么都索然无味 其实浪漫的瞬间是需要自己去创造的 约对方出来看场电影 或是给他一个小礼物 作为惊喜吧 双子座三颗星 双子宝宝今天可能会感受到 来自某件事的压力 甚至想通过拖延时间来逃避 但最后该面对的还是得面对 倒不如快刀斩乱麻 早点把它解决掉 处女座四颗星 处女宝宝今天可能会和某个人的关系 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 这一段关系正在朝你想象的方向 顺利的发展 不妨趁热打铁 更多一些付出 让对方感受到你对他的用心 天秤座四颗星 天秤宝宝今天在工作当中 可能会因为在某些方面 显得过于谦逊 导致被人轻视 有些时候大胆展现自己的实力 是很有必要的 太过谦虚 反而会让别人对你不以为然 天秤座五颗星 天秤宝宝今天在面对生活的种种压力时 开始愈发意识到 只有金钱才能给自己带来绝对的安全感 于是 你会想要更努力工作 努力挣钱 来争取自己想要的生活和未来 射手座四颗星 射手宝宝今天可能会下定决心 把某项一直拖延后的计划停上日程 争取早日完成 反正这件事早晚都要做完的 不如早一点结束 心里的石头也能快点放下 摩羯座四颗星 摩羯宝今天会对自己最近的生活状态 做一个总体的反思 并且规划接下来的安排 寻求进一步的发展 只有制定一个大致的计划 才能做到心里有数 水瓶座五颗星 水瓶宝宝今天的桃花运不错 能解释到一些新的同事 也会有一些异性积极和你拉近关系 表达新意 单身的水瓶要抓住这个机会咯 财政方面 需避免冲动消费 双语座五颗星 双语宝宝今天对自己平凡的生活感到很满足 真正的幸福就是来源于平淡的生活 你觉得自己已经不再需要追求任何的人或事了 只想守护好眼下的一切 平稳的走完这一生 点赞转发 人生开挂 赞转发